超級的 哇! 為什麼這有這麼高級啊 這個絲巾解釋Hermes的一個 算是經典的配件之一 超級的 這可以買一台機車 你知道可以拿到這個的是非常厲害等級的人才可以拿到嗎 這個台灣一隻都沒有 耳朵包款可能全台灣只有一個或兩個 還有台灣沒有亮相過的包 超可愛 好! 時尚名人陳孫華曾說過 精品代表的是經典的傳承 是精緻的品味 而精品的價值並不在於價格上面 而是在於它的潛在價值 是看不見的 它縫網代表的是一種幸福的感覺 以及是一種感動 今天我們要介紹這個牌子 它算是有百年的歷史紀錄來自於法國那麼大的一個HLB 就是Hermes 愛馬斯的品牌 精品不一定是昂貴的 也不一定是不實用的 是看每一個人對於他當下 他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具備 而精品往往也代表一個人 人格特質還有品味的展現 我是覺得今天這個場合蠻難得的 其實我們也不是工商 就是純粹來一個開箱體驗 很多人不知道為什麼愛馬斯會這麼有名 它這個品牌其實在1837年的時候 在法國那邊成立的 它其實是當代著名的奢侈品牌的代表座 主要的專業是在研究皮革 還有居家擺設 香水 包包 服飾 手錶 還有一些成衣的部分 它的經典代表的logo呢 就是一個公爵馬車 前面有一個馬夫在幫忙牽著 你會發現它馬車它是空的 因為它每個包是等待那個馬車的主人來持有它 因為它每一個包都是屬於它的工匠去製作的 都是手工的 就是它是一個工匠從頭到尾獨立製作 所以它每一個包的內襯都會印是哪一位工匠 什麼時候製作的那個編號 原來是有這樣的故事啊 對對對對對 Fermus這個品牌我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它大概有哪些經典包款 其實我們並不是要宣布也不是要推廣什麼精品的部分 而是想說透過一個品牌 讓你們認識一下如何欣賞這個精品 沒錯 而且其實愛馬仕算是精品界的殿堂 大家到最後都會想要提到這個高度 就算你不買也沒關係 但是你要知道它在生活中是狂歡相扣的 還是要了解它 因為其實這個包的主人啊 它願意讓這些包來給我們展示一下 我跟你講我今天來到這邊的確值得 因為他們剛剛不講我不知道 其實你們桌上看到這些東西啊 它的價值可能就是一棟豪宅 豪宅的價值 有的包款可能全台灣就一個或兩個 還有台灣沒有亮相過的包 所以等一下我們就一起來期待後續的內容吧 其實因為我是初學者嘛 所以我昨天花一個晚上快速的認識這個包 如果等一下我過程中有講錯的話 立刻指證我好嗎 沒錯 基本上這桌面的可能就 還看狗 這個令狐宅你不出來在那邊躺在房間 欸令狐宅我們需要你了 你在後面你當背景啊 認識愛馬仕包包 就是先認識它的經典包款 經典包款別人都會說三個英文字 BKC B就是所謂的Perkin 柏金包 K就是Kelly 凱莉包 C就是Constant 簡稱康康包 我這有做功課 我真的有背啊 我就算不看大字報 我都可以背出來 因為這個壓力很大啊 要面對這麼多包 我如果講不出個所謂欄 我會很low啊 是 沒錯 我買得起嗎 欸 停電了 欸 怎麼突然按掉了 欸 整人大包下來了 整人大包下來了 哇 想不到吧 什麼意思 介紹BKC 這個柏金跟凱莉還有康康包 我稍微介紹他們的淵源好了 柏金包 它的誕生其實是一個 蠻特別的境遇 它是在飛機上面誕生的 它是有一個 算是 時尚女性嘛 Jane Burkin 真柏金 它有一天在飛機上面 搭航班 然後旁邊做了一個叫 Dumas的那個設計師 是愛馬仕設計師 他看到他用包包的時候 裡面的東西掉落到地板上 他覺得這樣子很不方便 他想要為他設計一款 比較好取物的 然後又比較時尚的包包 所以他就幫他設計了這款柏金包 雙手把 手把的柏金包 然後尺寸有四種 有25公分 30 35 40 那現在大家看到我們現場的 都是25公分的大小 比較適合女性 亞洲女生 165公分以下 就是飛這個大小剛好 165公分以上 可以拿柏金30 它只能用提的 看起來特別穩重 決定要先拿普皮 你就是普通皮 牛皮 金剛三大色系的黑色 三大色系是哪三大 黑色 然後大象灰 跟金鐘色 還有做功課 金鐘色色號英文是什麼 還有它的專屬數字跟色號 請解答 我不知道 你不是專業的代工嗎 怎麼會被色號 37 GO 太專業了 想不到我擺命一出 功課做這麼多 還是要被老師考倒 這個是鱷魚皮 那這是牛皮 皮革的部分 我最後再跟你們介紹 我先介紹一下包款的部分 我們再看一下 Kerry包 Kerry包又比較特別 它其實一開始是很冷門的 沒有什麼很想要 大家只知道柏金包 Kerry包後來再有一次 就是胡娜哥的王菲吧 叫Grace Kelly 菲他 然後遮孕度 在公開場合 因此就爆紅了 一夕之間爆紅 然後現在就是算是 三大經典款項 而且跟Broken齊名的 這邊這一側都是凱莉包 那凱莉包 它的特色就是單手把 然後中間會有這兩個 很像鞭子 然後它可以側背 一個單手把 一個有背帶 就是凱莉包 那如果是雙手把 沒背帶就是 柏金包 那你比較喜歡凱莉包 我覺得凱莉包比較好看 比較秀情 那你猜這個現在市價多少 它是外邊支的 然後是牛皮 我想一下 五十到底是對還是錯 到底是大錯 這個顏色配這個 應該要差不多 四六萬到七十八萬之間 所以這個就是 所謂的凱莉包 也是有蠻多尺端可以背的 我個人覺得凱莉包 比較正式的包款 看起來比較挺 而且單手把看起來 就是比較簡約一點 看外皮的表現 像這種硬直牛皮包 然後側膜線在外面的 它的邊線會比較立體一點點 這個就看起來比較正式 像因為你覺得這個比較正式 其實這是凱莉25公分 後來為了就是 不想要讓大家覺得 欸這個包都很正式 再加上因為 其實很多亞洲的女性 非常喜歡愛瑪斯這個品牌 他就覺得這個包 可能有點太大 太像公司的感覺 所以他後來呢 為了就是市場需求 他就新推出了一款 叫Mini Kelly Mini Kelly 對 對就是這個 超可愛 這個女生看到會發瘋 這個我自己也有買一個 很可愛吧 這個現在目前的 市價大約 八十萬左右 而且我跟你講喔 小的比大的貴 要看它的尺寸 是不是很黃金的 像這個的話 同款黑色大概都要八十 其實這個要八十 黑色是不是會比較搶手 其實三大金剛色也比較保值 但是我自己個人認為 你買包包 還是要買自己喜歡的顏色 對看自己特別把這個 凱莉家族放在一起 這個是他凱莉的 算是小吊飾 你知道這個要多少嗎 十萬吧 這要十幾萬 一個凱莉包吊飾 這可以買一台機車 後面還有一個爸爸 凱莉的公式包版 這個一般的比較少看到 因為比較少人會去拿這個 但這個其實很有質感 男生拿錢其實蠻帥的 這也是二三十萬左右 因為今天這個算是一個嘗試 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以在別的場合 再開箱不一樣的東西 不一樣的時間 不一樣的時間點 再跟大家分享這個新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介紹 三大經典款的最後一款項 叫做康康包 Constance Constance包 它是首款有明顯品牌符號的包款 一個大大的H 有看到嗎 那因為愛瑪士其實以往的風格 都是比較內斂 然後它名字的由來是 設計師凱瑟琳的女兒 然後外型就是也是 滿流暢簡約的啦 所以成就了經典這樣子 這個是Constance 這個是Constance2go 2go是這兩年才推出的 你知道2go概念是什麼嗎 直接拿Lin了就這樣 這個樣子就要Constance 那Constance有出很多種 像這個就是Slim Slim的話就是腰包 其實Constance也有做零錢包 就是比腰包再大一點 但是是跟它長一樣 後來為什麼這兩年會推出這種 其實像其他的品牌 LV或Chanel 這兩年都很流行這種 WOC Wallet就是那種 像錢包的包包 像長甲那樣 像長甲那樣 但是你又可以背 長甲就是長這個樣子 又很大 然後又不能背 我覺得是被太多VIP客戶 所以後來呢他們就推出了一個 這個款式是 它是一樣的就是錢包 但是呢它多加了鏈子在裡面 喔它這個是玫瑰金扣耶 好美 你看它裡面呢就是變成是它 有多設計兩個這個 它是可以放鏈子的 它是有點像是扣手的感覺 那因為像這種錢包啊 其實康康跟康康2go 價差好像才三四萬 然後這就變成可以背 所以很多人後續都會選擇買 這個 這可以放手機的喔 然後如果你想要讓它當錢包還可 然後這個市價現在目前大概24到25萬 24到25萬 然後這個就是 最基本的康康的款式 它也是玫瑰金的 這是玫瑰金 一般金就是比較偏黃 這個有點粉色 對比較偏黃 差不多48萬 這個應該差不多30萬 因為它是腰包啊 它腰包後面就有多做一個這個設計 所以你可以把皮帶穿進 不是不是 它是可以掛在腰山 後面有做個色格 剛剛那個爺爺說可以放卡片的是它的錢包 然後再大一點 嗯 這個其實比較特別 因為它也是康康包 它是鱷魚皮的 雖然我不是很懂皮革 但是我可以再簡單講一下 怎麼樣判別一個皮革它到底是 比較貴的或比較稀有的 它這個就是屬於比較稀有的 這個皮啊它從中間它是鱷魚的背嘛 往旁邊擴展 旁邊的格子如果格數越細密 代表這鱷魚越小越年輕 越年輕的刻鱷魚越貴 它那種格紋很大的 它就是比較年長的鱷魚 我們現在講完這三大經典的包款之外 其實Hermes它的包款有很多種 它們之前是馬具工坊出來的 所以它們很多東西都是比較偏向於工匠相關的東西 像它們有一種包式的包版 它的發想一佔就是從花園的園藝工具的袋子裡面發想出來的 還有那個衛馬馬飼料的馬帶裡面轉變出來的 我們剛剛講的那三大包款 還有第四個包款是近期的 非常的熱門 它是一個L開頭的 叫Lindy包 問它就對了 那Lindy包的那個名字由來是 紐約的一個舞蹈的類型 叫做Lindy Hub的搖擺系列的舞蹈 它的特色就是提把是在兩側 提起來有點像我覺得像個粽子 它會把我內說 像個粽子 其實這也是近幾年才出的喔 它原本不是做這個設計 它可以直接一翻開就直接拿 它不需要多一個翻手的動作 它的背帶在兩側 它原本是Lindy 26 Lindy 26的話這背帶很短 就只能兼背 然後後來也是一樣近幾年 越來越流行這種mini系列 它就把它們家大的包款都把它變小了 這款是今天剛剛拿到的比較新 對 它們兩個是一樣的大小 但是皮革不同 像mini Lindy啊 它這幾年有改款 大概一兩年前的袋子比較長 後來因為太多亞洲人的反應就是太長了 所以它這一兩年就是有把它稍微再變短一些 就是一個小小嘗試 其實這個包真的很可愛耶 這個包蠻挑身型的 蠻他身高的 160以上比較適合背這個包 然後170以下 因為170以上又太短 這個顏色是冰川白 這一顆大概要35上下 沒錯 正確答案 你們剛剛有發現嗎 它很多包版上面 手把都會有這個絲巾 這個絲巾也是Hermes的一個 算是經典的配件之一 它的絲巾其實每一個產出 都是經過層層的渲染跟加工 它要經過超級多工 一道一道的 染完之後又不能立刻染 要把它乾 每一條石巾都要花個一年半才能生產出來 所以小資組你覺得比較適合它 小資組其實有 它有帶一個帆布包 可能很多人不懂這個包 它就是設計概念就是 可以尖背可以提的也可以雙背 它真的很簡約 它很適合我這種懶的 就什麼東西都往裡面丟 也不用分層了 男生適合 可是真的要男生背這個包 可能會有點越小 它也是挑身型的 這個包大概背起來會長這個樣 這個超荒謬耶 背起來變得好像一個logo印在你的背上 感覺還是比較適合女生 它其實除了後背它可以 我覺得其實蠻好看的 其實背起來這個爪路上 我覺得是好看的 以Hermes裡面的系列包管 它算是便宜的 它3萬 應該說Hermes裡面最便宜的系列 就是繁複包型的 還有剛剛講到一個東西 就是其他包管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像小包款的東西 這個東西 剛初我在看他們介紹的時候 我覺得很特別 這個叫做絲巾短俠 它的特別就是外面很素 裡面就是絲巾的色系 可是它每一個裡面的紋路都不一樣 裡面就很像開芒果的感覺 沒錯 它的夾層非常多 它可以放卡片 然後放錢 放明錢都可以 它都幫你分好了 2-3萬塊就可以錄手 最近很多女生喜歡那種絲巾短俠 剛剛講完了經典款式 跟一些最近特別熱門的款式之外 我們再講一下 認識愛瑪士你要先知道它的顏色 因為看這個顏色很特別 又分皮革 經典皮革主要是小牛皮 還有羊皮 Kofbox小牛皮 它算是愛瑪士裡面牛皮 最古老的種類 然後它的特色是它的表面比較光滑 看起來比較亮麗 但是它比較容易有刮痕或是傷到 真皮的概念就是說 它會隨著每個使用者的習性 其實那是一個歷史的痕跡跟領帶感 它不會讓你覺得它是壞掉或是破掉 它就是一個會有那種日久彌新的感覺 如何最基本的分辨牛皮跟羊皮呢 如果懂的人可能會看它的質地 那如果你不懂的人 你可以從最基本 那這不是全部的 還是有一些牛皮比較軟 大部分的判斷就是 羊皮比較軟 牛皮會偏硬 硬一點 對 羊皮的包其實它的顆粒感會比較密 綿密一點點 然後比較軟 牛皮包基本上它不太會有折痕 羊皮包它凹很久之後 那邊可能會有一些細細的皺紋 羊皮包它比較嫩一點點 它愛瑪士的牛皮皮革 聞起來是有一種 愛瑪士的皮革味 愛瑪士味 有的皮革那種塑膠味很重 就是合成皮 或是那種假的 我覺得那個皮革味聞起來是順的 就是代表它 就是正貨 既然它是愛瑪士我剛剛講 它是專研皮革的一個品牌 它除了經典的牛皮跟羊皮之外 還有一些特殊系的皮革 譬如說 鱷魚皮 蜥蜴皮 還有另外一個算是 價格比較低的 叫頭腸皮 頭腸皮我沒有摸過 不知道頭腸皮長怎樣 你有摸過嗎 它就是一粒一粒的 一個拉的感覺沒錯 那我剛剛講的鱷魚皮 因為它每一個包 都是用一隻鱷魚去完整 因為它整個背啊 然後腰全部 一隻鱷魚只能做一個包 真的假的 所以它的包的大小 是依照鱷魚的大小去設計 它兩側的格紋越大的話 代表它的鱷魚越大隻 代表越年長 它的稀有度就不會比這種 隔溫系的年輕鱷魚還要貴 好 接著看它的車縫線 因為Hermes它既然是工藝的嘛 所以它的車縫線 也是它的代表做之一 沒錯 分為外縫跟內縫兩種 邊線縫在外面叫做外縫 然後如果這種 往內凹進去的就是內縫 那外縫跟內縫最大的差別是 外縫會邊角看起來比較硬 比較立體 內縫的話就是 會有點冷冷凹進去的感覺 而且它會應用在不同皮革上 國金包大多數啊都是內縫 內縫為主 比較勇滿的感覺 對 那它少數會有做外縫的 所以外縫的國金包會比較稀有 那凱莉包則就是 就是有內有外 就是各半啊 身體跟柔軟的差別 就只是看場合出行 因為我們今天的長家 我覺得它凱莉是比較喜歡硬體包 我自己個人也是 所以它這邊是沒有內縫的 沒有內縫的包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比較特別的是 今天的主角之一 要出來了是不是 特殊包款 可以請UC這邊幫她介紹一下 這個很特別 我們叫做馬蹄包 它其實另外一個名字叫屁股包 它現在數量非常非常稀少 現在網路上很多人都說 它是下一款康康 那大家說這個它未來 有機會是可以就是有 很大的真實空間 聽有人在講嗎 這個包它其實 大小跟康康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上面有個 很像屁股的感覺 然後它前面有很像一個馬蹄鐵 它這個就一撥 然後就可以拿起來了 然後你如果要放的話 你只要放上去 然後把這個往前一靠 它就鎖住了 而且它空間感其實也蠻大 它比較低調跟休閒 台灣剛才的時候 在那個北拉Vita那邊 貴會有展示 當時剛才是不准賣的 可是在市面上 你如果想要買到這個包的話 應該不好買 因為它現在很搶手 而且未來的真實空間很高 如果你有的話 你記得把它養起來放 不要隨便把它出手 對對對 這個一定會長 這個是算是前立古 前立古好碼 接下來我要講的就是 這個很慘啊 在YouTube上面 可能幾乎都很少人有機會看 算是小紅書裡面的教科書籍的 那這個包 它在2019年首次亮相 它的特型 它是柳條編織的 那我來給你們看一下 台灣有 這個包的人應該不多 白色是最貴你知道嗎 白色最貴 顏色等級有 白色最貴 然後金鐘第二 其他色第三 白色是目前最稀有的 剛剛UCE上來 看到這包它就封掉了 它已經封了 那這個包的名字叫做 Mini Picnic Kelly 它是20公分款 那我剛剛忘了講了 我們說的尺寸 那個幾公分幾公分 是指底部的長度 底部長度 25 然後35 40 15 這就是它講的底部長度 這個包250上下 通常是只有長家才會有 你有錢 沒有人釋出 你買不到 所以真的在市面上喊的話 可能會高過250 有可能逼近300 白鬼老闆說 金鐘色目前的牌價大概是230 這個白色的稀有款大概是265 差不多 這算是一個藝術品了啦 這個是柳條編織的 這個工藝很細 它每一條線都是編得非常的密的 好可愛喔 我的人真的好幸福喔 這個包我們把它放在正前包 這個長家真的很厲害 接下來看介紹的包 是一個比較男性化的包 這個包是我超級喜歡的 波金包 男生拎的這個出去就是很有質感 你就覺得你這個特別有品味 哇這個好帥喔 這個是男包 因為它比較大 ArcoHack40box的 拼凡布手提包 它原本是在 會出的設計者設計的展示包款 後面你看到的形式 它可能顏色會不一樣 而且也不會有這個色系 前面的面板會長得不太一樣 這是原創 原副版的 這一系列的包 目前二手市場上面的叫價 大約9萬美金 270萬台幣 這個真的很帥 欸~~ 沒錯啦 做到前面也是幾百萬的東西 欸 哥哥到裡面的 我不動 你不要動 它是機能性的包 它裡面還有很多附件 比如說這個放水壺的 不管是登機啊 或是你去外面逛街拿這個包 就算你講的是 它拎得真的很好看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今天的重頭戲 主角 大主角 它這個名叫Kalrywood 它是一個木頭包款 這跟剛剛那個竹籃包 側一邊很像 可是它這個特殊設計 Kalrywood 簡稱木頭包 它是2021年才推出的 限量款式 它是22公分尺寸的版型 它的特點在於 全部的包 都是木頭製作的 它的木頭是一個 沼澤木材 叫做千年樟木 那個沼澤木材 Bog-Oak 叫做Bog-Oak 那個系列的木頭 生長在沼澤地方 然後它的年齡大概是百年到千年 這個包 使用了千年的 沼澤張木去製作的 為什麼叫沼澤張木 立刻它稀有 第二個是因為它生長在那種沼澤地方 有酸 潮濕 所以這個木頭的特點就是 耐斧抗斷 但是這個包 買不到 這個包是去年 2021年 在香港 Christine拍賣會上面 的競標品 這個包當時標價是 200萬港元 現在這個包 不是你有那個錢 你也不一定買得到 因為全世界的長家 不一定會拿出來拋售 這個包目前的市價大概 1200到1500以上 這一個包就是 一弄房子在走 全世界就只有幾個人有 看到實體基本上很難 這個停產了 對所以說你就算有錢也買不到 它不敢背啊 它這樣拎著 它不敢背啊 剛剛那個還賠得起 真的嗎 真沒辦法 兄弟們 而且上面還是用 馬鞍皮 而且馬鞍皮自我修復力很強 對它很有個人特色 就是你覺得有刮痕什麼 它不會讓你覺得好像壞掉 它會有一種 那種歲月的痕跡在哪 是是是 我們後面還有盒子要開 然後今天呢 因為我們的長家 就是他有在新進一些新的貨 好像是台灣目前都買不到 對台灣目前沒有的貨 那其實是 他生日收到的新禮物 我們經過了主人的同意 他讓我們來拆封這個 他的生日禮物 那我們請UC放我們拿一下 這個是長家特別去香港 然後帶回來 透過管道把它帶回來 那我們先看第一個 這幾個都是配件類 我們都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要看一下 唉唷 小碼頭 這個小碼頭 這個很難賣 台灣應該是目前沒有在賣 他的飾品 在把那些邊角料回收 製作團專屬於他們的一些 板色跟吊飾 好這是第一個 開盤盒啊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東西 幹那個大概多少錢 因為這個台灣沒有 我不知道價格 我根本連看都沒看過 沒有沒有 再來是第二個 另外一隻嘛 他是綠色的 他剛好就是一對啦 剛好這樣長家可以選 對嘛 再來這個是真的好像滿厲害的 這個比較大的 這個我大概知道 我們來猜一下 一隻狗狗 喔 他是一個泡棉 然後前面有一個卡榫 知道可以拿到這個了 是非常厲害等級的人才可以拿到嗎 絕對買不到 這個台灣一隻都沒有 接下來我們要來開箱最後一盒 然後這個結束之後 我們還有一個大的 真的非常非常感謝他 給我們這個機會 真的真的 另外一隻也是狗狗 好可愛喔 他男生好可愛喔 你擺到兩隻很強大 你能看到這個東西 能夠拿出來我覺得滿厲害 因為這東西 台灣網站上面 看不到圖片 那我們最後一個呢 是 這是長家特別準備的禮物 長家的生日禮物 而且他包裝紙非常認真 據長家說 這個的稀有度 就是 緊次於他 那一段帶特別粗耶 為什麼 為什麼他這麼粗的段帶 這個感覺很強耶 這個很稀有的款式啊 來 我們要揭曉 今天這個到底是什麼 哇 這是什麼 這有這麼高級嗎 這什麼意思 我沒看過這種袋子耶 你看裡面的盒子是這樣耶 有沒有看 它是一個傾斜的 我知道 我知道是什麼 小粉絲 超可愛 超可愛 我的天啊 這個我看我都聽過 這個包大概多少錢 這個超貴 超過 超過500 我覺得應該跟它差不多 81200左右 它的鱷魚是很高級的 它兩側的鱷魚皮 鱷魚都是鱷魚特別好 因為男生看可能覺得很沒看過 可是女生看會覺得很激動 因為他們知道是什麼東西 它的價值也是一個房間 它是那個艾瑪斯的展示窗 展示窗 那種造型啊 為什麼我很激動 因為這個包 非常稀有 這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看 我先講我們剛剛沒有sell 你看它的表情 這是自然的 其實艾瑪斯所有包款裡面 最廢工藝的 是薄金包 然後你們知道越小東西 你要把它做得越好越困難 薄金包外縫 然後又配上這個房子包 這個應該是20公分 所以就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尺寸 那這個包是 我覺得是現金超越 應該是說艾瑪斯包款 應該算最厲害 而且大家也都看得到 它的價值也是不可限量 有人說它是挺產 而且是很特殊的款式 非常非常 就是白色的 艾瑪斯帶子一拜多這種帆布帶 它這個特殊的款項 配給特殊的帶子 沒錯沒錯 你看到它連這個盒子的內部 都是深藍色 一般都是白色 橘白配 你知道為什麼它是橘色嗎 它原本的企業色 我有點忘記是哪一個顏色 然後當初就是因為 那個年代好像那個顏色特別缺 他們就想說 啊那這樣這個顏色太貴了 當然一個比較 當時比較冷 大家不需要的顏色 然後去懶 後來就變成它的金點 艾瑪斯橘 對 艾瑪斯橘 這一桌多少錢喔 這一桌 目前上面桌面的東西 不知道後面那個 我們今天現場的包款價值 三千左右 還比它三千萬上下 應該差不多 我們今天看那麼多的精品 而且它是精品中的奢侈品牌 精品的價值 絕對不在於它的價格 跟它的流行性 你不會因為流行去買它 你買它的主因 絕對是因為 你想要找到你跟它之間的連結 現在流行的兩個是叫眼緣 眼睛的緣分 倒是真的 對他們來說 其實他們也就是相對去買 他們喜歡的東西 對對對 你買的東西可能不一定是Hermes 但是你買的精品 或是你買的東西 也是當下你的心情對了 你要買這個精品 就讓你擁有變成一種幸福 很多人說衝動 可是我覺得真正的目的不是衝動 可是你買了之後 你會更有動力啊 對 你會更有動力賺錢 總之啊 買東西啊 千萬不要抱著意識衝動 也不要跟風 選擇的過程中 是讓你料理自己 你自己需要什麼 其實如果真的有需要 選定一個買了就可以用很久 艾瑪色包它的皮革都是很耐用的 這倒是真的 感謝這個長家主人 以及他的邀請 讓我們來這邊 大開眼界 有機會開箱 好啦 那我們今天到這邊 稍微告一段落 像我們今天 我還有做了一個飯店開箱的影片 那之後你們也是喜歡 我們做什麼樣的 不同的類型的企劃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們看 然後我再想辦法 幫你們生出素材 那今天感謝你們 也感謝這個長家 跟所有的現場的觀眾朋友 這些包 我們展示的目的只是 讓大家 學會如何欣賞一個品牌 它並不是說價格多高 而是在於它的品牌價值 OK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啊 希望大家可以買到自己 心目中喜歡的包包 或是零都可以 感謝你們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會囉 大家 掰掰 掰掰